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次精算了五班迁移的赛事 和大家推介的就是这只红图巨星 看看上次如何在外档追回第三位 大家看到12档出门那只就是红图巨星 出门6号那只 虎虎顶色舞就是红色头罩那只就是红图巨星 其实这只红图巨星今季的演出都算是挺稳定的 一直都是这两场他都可以有一个位置 就是入围 而且其实就在这一班来说 他的实力都可以顺耐 现在看到6号那只是红图巨星 在那个尾一直都是守着一个比较厚的位置 但是大家都不要忽略 红图巨星其实就是在这个路程上 都是一个有实力的分子 所以这次对着这一堆对手 以及连续两场都有好表现的 你真的不可以提升 进来直路的时候看到红图巨星 找到位置 接着他着了就打上来 其实他的后劲真的非常好 如果不是他刚才的位置洩到这样的话 其实这一场红图巨星 是完完全全有机会 其实是赶上这场头马都不定的 冲上来的小时真的差一点 你想想 刚才的位置洩到这样 他冲上来的小时都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找他做胆 就绝对没问题 好 五班千二的赛事 这一场第一场 除了推介给大家一只红图巨星 脚角方面第一只推介给大家 就是这只同盟力量 同盟力量其实上次的马都好 跑沙田的泥地都上了名 之前跑谷草的第四 这次虽然是顶绑 但始终马来到这个班次 都会有点好处 所以第一只脚拖去找他 第二只推介给大家 就是新盛的合金王 其实上次也在我贴司推介给大家 会员那里有跟买的话 上次都贏欧边 这只马都是状态的 125磅 5档 班达利奇的 怎样都要兼顾一下 最后一只推介给大家 就是精算尺炎 今次是8档 115磅 轻飘飘飘 波仔 为什么会推介给大家呢 波仔就真的最近博 我和阿塞的蓝碗马也是非常之好 刚刚那个赛日 就在场2班的千二赛事 就赢了一只船锋飘飘 这几次他都输得不是太圆 所以如果是冷却的话 就推介10秒的精算尺炎 重复我的提供 就是熊涛巨星造胆拖 独盟力量 合金王和精算尺炎 希望大家赢多点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